今天如果去買魚的時候 小漁夫老闆跟我說 這邊有一間很好吃的阿禎 所以我來吃吃看 然後在馬樹園區的旁邊 然後有一間很大攤的那種 在賣什麼蘿蔔糕夜市的那種美食 而且很大一攤喔 我們來吃吃看吧 你要吃樂狗嗎 小偏要 要齁 來一隻樂狗好了 老闆一個鵝阿禎 那邊用嗎 對對對 拍一下 好啊 等一下做好再去拍一個比較漂亮 好好看你製作過程比較療癒 喔好大一個喔 唉唷 總共一個 哇偷偷好轉 переж aspberry � electrodes 你要拜訓 不會啦 會啦 會啦 آ 医療 超大一個的,好酷喔 超大一個的 對啊 人家說要幫我們脫碗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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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人家坐起來,拍起來,很漂亮 真的嗎,好好呀 她現在在拍這個捏桃 呵呵 對啊 我們在廟口那邊,我們在廟口那邊啊 我們這個就出啦 對啊,我們車子啊,明天還有一台耶 還有一台這樣子喔? 對啊 我們以前還跑到金山去坐耶 現在不要了,太累了 太累了 不然金山如果也長不去啊 每個禮拜都要去不去 金山喔? 對啊 我禮拜三這個去那邊 現在這個很早就要賣完了耶 這個蚵仔針呢 我這個一桶都吃,很早就賣完了 你看一下,哇,好多蚵仔喔 哇,蚵仔海耶 我做好了 我們這邊用一下 嗯 我做了一個,很煮的 那邊也要炒 好多一點喔 剛才我以前炒醬 那邊煮的 region 這個也還不斷你以後 這個也要建議 你說有家蚵仔,很滑 那有家蚵仔蚵仔,很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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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這個來了 哇真的超大一個的 長這樣超超威的 這是那個 小漁夫老闆 推薦的 然後真的是很厲害 我目前來說台北看到最厲害 最大一顆的那個 它的蚵仔是很特別的 菜超多 而且這一個才幾十塊 我覺得是超划算的 就是人家的粉漿都很薄 可是它的粉漿好厚 糟糕的香蕉 好那我們來吃吃看這個 吃吃看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想要做最甜 嗯 小漿它這個粉漿很好吃 然後脆脆的 然後裡面菜很多 老闆在煎的時候感覺超好吃 嗯 而且這蚵仔很肥 真的 你吃吃看 這不知道是不是跟小漁夫老闆一起吃 小蚵仔很好吃 蠻大的 蠻大的 那種是 一般夜市或市場吃到蚵仔煎 那個蚵仔都乾乾巴巴的 對 然後不會這樣肥美肥美的 蚵仔煎呢 我有吃過一種是比較薄的那一種很好吃 對 這一種是 它不是那種厚然後沒有口感 它是那種脆脆的那一種 有點像蛋餅的那一種 很像是蘿蔔糕炸的 蘿蔔糕炸的 蘿蔔糕炸的 蘿蔔糕炸的那一種 對對對 很好吃 難怪這麼推薦 對 對啊 所以你不敢自己啊 你不敢自己啊 好齁 你吃一下給大家看好不好 對啊 很好吃 對 好吃 好吃嗎 對 對啊 好吃嗎 跟他們在說大家說嗨 吃一下蘿蔔糕 吃一下蘿蔔糕看看好 隨便點的 這一個攤子超級大 然後我剛好以前以前有去那個夜市 想說這個攤子那麼大怎麼長那麼像 老闆說是他們開的 他們還有另外一台 一樣這樣子的大餐車 然後直接就是搬到那個夜市 他們以前說有在那個金山的夜市擺 因為現在覺得太累了 所以就沒有去擺這邊 那這個他們說這個阿神啊 就是在那個吉應廟的夜市啊 往那邊 哇就是很快就會賣完了 所以如果大家要去那邊吃的話 就要趁早這樣子 那現在就是 我今天是禮拜六的下午 然後這個時間才剛要進入晚上 所以人還沒很多 所以你們可以趁著這種時間先來吃 不用等 而且阿昨天晚上剛下過雨 今天就是一整天天氣都還算很涼 所以現在這個傍晚的時間在這裡阿 就很舒服 然後這是我看過的大概算是 最大然後最漂亮的路面 這邊其實是老闆他們家的一個特地 好涼喔 然後他們就在這裡擺盤 姐姐 媽咪你要涼嗎 有我很涼 你看這個風 我聽過做聲音耶 喔喔 你聽過做聲音 然後他的這個周圍都種了很多的植物 然後老闆他們很精淺 這個就是 就是怎麼說呢 就是很喜歡招呼 很喜歡招呼客人 他們剛剛跟我們講說 這個後面阿 種的是無花果 這個這個 這個有果子的這個 這個 很酷耶 對 無花果 然後老闆娘說 他們等到冬天的時候呢 會有更多的花 那四季都會有不同的花開 很漂亮 嗯 嗯 我覺得不太夠了 對不對 我等下想要再點一個 我等下想要再點一個 點一個 在這個 可以 你也有相當可悟 就會幾乎 海大 海大 在這裡 上面 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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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脆 你也是鋤間 通通都有 太大 現在夏天真的比較不漂亮 對 對 無花果 無花果是不是 對對對,這個是無花果 那些都會吃的 那個豪瑟 因為它沒有冠油 它沒有散榮藥 所以喔,都給我湯汁 這裡面也都是你自己種的對不對 對 喔,這是你的那個耶 我一定會忘記的 我一定跟你學書 我說,我說 這個一些 就是椅子都自己這樣種一種 然後就可以 對啊,可以賣 我身上也有之前都種那個蠻仔白 那個蠻仔煎的 這個蠻仔也是自己種的 我們這個都沒有農業 對啊,還有 這個的時候開起來是很漂亮的喔 這樣蒸下來 所以最推薦你這邊冬天的時候 對 有很多花香,然後果香 這個也是無花果 無花果 這細長的 這還開起來很漂亮 你看 這個之後就很旺 這個是失ggio 這是紅座 紅座經典喔 生得比較少 哇,很快 你看 去年好多很多朋友都來採 是失ggio 這邊好涼喔 用未見那種 一顆一顆 剩下的踩不到了 沒辦法了 太高了 這隻比較大隻 這隻小隻 這隻很漂亮 扯起來 這樣滷白色的 這樣就漂亮了 雞蛋黃 而且顏色現在很漂亮 被這個 透小子發現這邊有馬了 問大家是不是不行了 牠最喜歡動物 你最喜歡動物對不對 是 對 好啦 我們進去看看吧 好 等一下我們進去之後呢 其實有碰到這個馬場的人 或是工作人員 他告訴我們這必須要與人們進去 雖然如此 但是他還是帶我們弟弟 參觀了牠的馬房 白馬 我們大概拍了一下就出來囉 一個 阿姨的大腸包小腸 哇 哇 哇 這裡是馬場裡面的一個小 小吃部 他講得有點奇怪 太誠 然後3500個人兩個小時喔 圍繞著這個馬場走進來就是沙倫的海灘喔 走進來還蠻別有洞天的喔 過去就是沙倫海邊耶 我們倆走去看看吧 大家都偷偷從這邊進去 這邊的地人看起來好像在國外感覺一樣 可以給人家預約然後一起吃飯這樣子 辦派對就對了 這樣子從這邊走過去就是沙灘耶 這邊還有沙灘車 哇這裡很漂亮喔 如果夕陽的時候來就會看到世界十大夕陽之一了 這邊有那個吉普車還有一個那種皮卡的 去吧去吧 哇有沒有很開心 玩 真的超棒耶 很久沒有來然後差的超多了 然後夕陽真的也是很漂亮的 手機裡面拍不出來耶 這裡呢是沙倫海灘 以前叫做沙倫海水浴場 週末的傍晚呢很適合帶小孩來走走 因為早上下過雨的關係 所以現在溫度還蠻涼快的 這個微涼而清香的海風 這下呢我才意識到這片海水浴場的進步 而這些感受呢都是我以前從未感受到的喔 好玩嗎 有好玩 哇 哇 秀先生很高興能夠居住在淡水這個地方 畢竟要能夠熱愛自己所住的地方 是一件極其幸運的事情 喔 這裡好棒對不對 對不對 好啦 就是覺得說淡水其實真的蠻棒的 以前這裡沒有這麼的漂亮 就是 也沒有這麼大的附地 然後會比較 比較多 有一些垃圾 然後我真的是已經好幾年沒有來了 然後現在來這邊發現 哇這個淨灘淨的真的是很乾淨 然後也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可能早上有下過雨 今天的天氣都還蠻涼爽的 所以現在是涼快涼快的天氣 很像你去出國玩 其實真的如果像我去泰國一些 以前去過什麼滑心啊 我覺得都沒有比這裡棒耶 那這個海灘這樣子很空曠 所以不太會有什麼人 所以不太會有擁擠的感覺 真的是蠻喜歡的 我覺得越來越喜歡淡水喔 然後發現這邊可以玩這個東西 不知道很像滑板的東西 然後人可以站上去滑 OK 記得按讚分享加訂閱喔 我們是Chill先生一家人 祝大家每天都能像這個夕陽一樣的美好喔